好久不见了 好久没有录这样面对面的视频了 那个 我这也是之前留的胡子 然后现在刮了之后的第一次录的视频 那今天我想说什么呢 今天想聊一下我们最近发的一些casting call的一些反馈 我这大概有发了十几条吧 这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 然后因为现在也是production刚刚开始 所以的话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那么的一些 那我发过之后呢 就好多朋友就是会马上就会反响挺大的 就好多人都有兴趣参与啊 或者说是有朋友推荐啊 或者说是自己想试一下 这种人特别多 就然后很多人就会 因为我发完之后 我会通过微信的朋友圈 然后Facebook还有LINE去做一些 就是发布推广的传播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之后 就马上就会问我 哎那个那个什么李导啊 什么什么 那个你这个是怎么什么时候拍啊 什么什么就好多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哈 其实这里面的片子多数都不是我自己的片子 也不是我导演 我呃本来我自己自己的身份的话也是producer制片人制片这一块为主 那做导演的话事实上我没有什么导过什么东西 那我发的这些消息呢 基本上都是朋友或者是一些啊朋友的朋友的一些项目 那首先我当然会看一下我大概会过滤一下是不是啊靠谱的 我也会直接跟这些导演或者制片人来去啊问一些问题 问更详细的问题 尽量的呈现给大家是一个比较真实可靠 而且而且是详细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做制作的时候呢 也是把基本的就肯定是有基本的信息 第一个是什么项目 是个广告啊还是一个学生作品啊还是说一个短片 还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东西 然后什么时候拍 然后在什么地方拍 时间地点 然后是呃有配的还是没有配的也就是说付钱还是不付钱的这种 然后另外的话每个角色都有人物的介绍和要求 比如说是年龄啊然后是不是一定要会演戏啊或者说要有一些特别的什么要求啊会舞蹈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都会写清楚 然后这个这个片子的大概的故事也会有一个故事的梗概 呃 casting call 的最后呢一般就会有联系方式 那一般是电话 email 或者是微信这几种方式 那有些会写的更详细一点啊 然后你通过先通过email 来呃 所取这个sites 也就是说台词 然后你去准备 然后再把你准备好录好的视频发过来 发到那个email去之类的 或者有些是直接要要你去呃 加那个微信 然后去跟他具体的聊 然后安排你的试镜的时间 目前的试镜的方式一般都是在线 就是online的zoom 或者是其他的 呃 self taping 的方式 self taping 就是你自己拍个视频 要求你呃 就是给你一个台词 一段呃 一个片段给你你去自己去准备拍好了 然后发过去 所以的话我这个视频基本上都会说明这些方面的 那因此的话呃 其实看详细看完我这个视频的话 你就能得到基本的答案 就是你首先第一步的答案 如果你再有详细的问题呢 你就直接联系上面的联系人去问他 嘿 所以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就想说明一下 我发的casting call是什么情况 然后我希望大家 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这个视频都很短 大概都是两分钟左右 不会太长 所以你花的时间也就两三分钟仔细看一下 你就会得到 应该是80%的信息吧 你就可以开始第一步去联系他们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你呃 呃 当然就是说有一些关心 你要关心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去问 和问清楚一点 这个是很好的 呃 并不说我我上面所有的信息都有 但是有些你个人关心的问题 例如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时期的话 你有什么关于拍摄的时候 一些具体的防护的一些要求 或者说是呃 情况想了解的话 你尽管去问 或者是去要求都可以 因为 呃 所有的production 都希望呃 安全嘛 去有一些crew的话 都会考虑的非常周到啊 包括呃 会让所有的组员在提前 在拍摄之前去做一个test 去做一个那个新冠的测试 每个人每个人都要做 然后呈阳性的话 呈阳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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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阳性的话就可以参与 然后在side上的话 也会有很具体的那个防护 比如说呃 会尽量的减少人聚集 比如说 在正常的时候 要十个人来拍的话 那可能现在可能会减到了 五个六个 或者是更少 或者说是有些不必要的人 就不会集中在一起 会在分散不同的地方 来去进行啊 那当然演员是最最辛苦 和最呃 就他比较暴露在那个 呃这个环境里面嘛 因为比如说我们拍 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戴口罩 但是现场如果真正的拍的时候 演员肯定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比如说他呃 不是演什么要戴口罩的这个呃 画面的话 那他肯定就不能戴口罩 那这个是演员要注意和他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所以的话就是说 总之来说呢 你有具体的问题 你可以问的详细一点 然后呃 并且你可以去排除一些疑虑啊 比如说啊 呃 嗯 通宵拍啊 那那种你都可以去问 可以去了解 所以我这边发的信息 就是说我做的基本的筛选 是靠谱的 然后但是 我不排除有 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所以的话 因此呃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进一步的跟当事人 就负责人去联系 呃 另外说一点就是说 你有说你对这个某个项目 某个角色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大胆的去去去联系和尝试 你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 比如说啊 他写的是25到35岁 哦 我今年刚好是36岁 哦 那我不合适 因为我大了一岁 大大不必担心和在意 因为其实哪怕是你是 你是40岁你去演35岁的角色 可能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的话 每一个片子 每一个导演的看法也不一样 也许你虽然是40岁 但是可能你看起来 在他眼里 你看起来就是35岁的样子 还有就是 比如说 呃 特别是小孩了 小孩比如说是5岁到8岁的话 那 你说4岁的孩子能不能参与 我觉得可以 你尽管去试 也许那个导演就喜欢这个4岁的孩子 因为有时候写这个呃 人物的一些描述的时候 未必是那么严那么死板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嗯 胖瘦啊这些 我觉得你当然是完全符合他的要求 可能会更好 但是如果不是你又有信心又有兴趣的话 你你可以大胆的去试 真的也许所有符合导演的文字的那个描述的呃 方面都符合的那些应征者来试 可能没没有一个是他呃喜欢的 或者说是他认为合适的 但可能你就是他喜欢的 所以的话就是说你有兴趣 呃 有这个热情你就尽管去试 好吧 加油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关于那个 casting的一些分享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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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